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期由于股市持续波动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非法牟利 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为此证监会决定加大交易行为监管力度 采取多维技术手段收集市场情报 对涉嫌操纵市场恶意做空的案件 进行联合研判和专项核查 报道了某违法团伙操纵各股价格 并清仓出货的案例造成巨额非法获利 另外还有某投资机构实控人 通过操纵多值股票价格或利益四亿元 以及某违法分子在期货交易所虚假报单 进行诈骗的案例 证监会表示将坚决打击这些违法行为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此举也是为了保持股市的健康稳定运行 最后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要以身事法 避免受到牵连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